大家好,我是Chris Law 安华选择在打门国席上阵虽然存在一定的风险 但算来算去,此次同时举行周全的只有霹雳州、玻璃市州和彭亨 相较之下,仅有霹雳州是希望联盟可能躲下的周数 安华上阵霹雳州有助于西门攻下更多的一席,尤其是公正党 过去三届大选公正党是希望联盟里面表现最差的一个政党 509大选竞选14个一席只胜出4个一席,但输掉的10个一席当中有6个一席的票数和对手差距不大 安华的到来,或许带动士气也让公正党在三届以唯一差票数弱败的一些选区在本届可以防盘 这样才能确保希望你们再度执政的时候的根基更稳固 308大选的明年和509大选,希望你们执政的政府均被对手齐劫而让政权半途一手 因而赢得35一席以上方可以降低半途再变田的一个风险 再者,霹雳州拥有24个国会一席,在半岛仅次于26个一席的柔佛 霹雳是希望你们在西海安各州进三届大选里面进步最慢的州数 以2008年到2018年的成绩来看 就比较,柔佛从一席飙升到18席 圣梅兰3席提升到5席 马六甲从一席进步到4席 霹雳州仅仅从11席增加到13席 进步的幅度是太小了 当版图已经扩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希望你们可以加大一个力度 抢攻的最后一个兵徒只剩下霹雳州 纵观上届大选,霹雳24个国会议席当中 希望你们除了在以利,玲珑,拉绿,巴黎等地区实力表弱之外 其他选区均有一搏的机会 其他人党七席,华人选区和公正党的物边再度获胜并无选择 但巴黎文党、和风、红土康、丹罗马林和党们均靠一党分散马来选票才能够获胜 安华的到来有助于稳住阵脚 另外,江沙、肖山、巴眼瑟、台、无忌甘丹、达巴、巴西沙勒以及巴干达多等七席 在安华的到来获胜是必定有不同 若能够多拿几个议席,对希望你们再度执政的愿景肯定有产生加分的效果 回顾历史,西海岸各州西门在308大选夺下的议席 到了509大选大部分都继续胜出 西门丢失的选区除了一党在击打夺走的三个议席之外 就只有霹雳州的巴黄色海和五级港党的两席被巫统给夺回 三届大选除了丹登和东马之外,公正党在其他各州仅有和巫统给交手 但仅有霹雳州的成绩是挂零 安华此次出战打门应喷土团党的树立主席总裁 巫统的候选人有万打破尴尬的历史数据 安华不去雾边和峰和丹登马林等三个公正党的胜出了一个选区上阵 反而去挑战上回土团党或去胜的打门 并向土团党第二号人物作出挑战 主因是前面这几个选区是非马来选民为主的议席 安华要提高声势就必须要勇于在马来选区接受考验 再者他的年事已高,能够放手一搏的机会也不多 另外霹雳州在历史上也未曾出现过首相或副首相 说不定霹雳州选民会买他的帐 让安华刮起旋风,吹袭到整个半岛的西海岸 2013年5月05大选前,安华曾宣布在霹雳州上阵 最后又临时改去巴东浦 答应安华这次会议演出必行 验证他改写霹雳州历史的计划 希望我视频的朋友记得subscribe我的channel 然后可以在楼下comment 我们下次见,拜拜